24个小时前,从青莱市区骑了摩托车前往西南方向的堆长山区 用了约一个小时,走了约35公里路 最后便来到了美莫这个山地部落 短暂的在美莫停留了20个小时 在这里,我看见了最美丽的阿卡族姑娘 见识到了阿卡族妇女的传统服饰 面对着群山尝了一杯橘子味的土产阿拉皮卡咖啡 然后在开满西州花的山上当了个球签 晚餐时,在西洋的陪伴下吃了个泰式火锅 午夜,回忆起八斤的散文,繁星 文章的第一句如是写道 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 那是我初中医华文课本的第一堂课 来到了今天,12月12号,星期一 好久没有看过如此漂亮的太阳从山美升起了 用过了热热乎乎的早餐后 于早上的11点钟 我们办理好Main One Homestead的推房手续后 真的是带着意义不舍的心情继续上路 前往对上的另一个山头 准备见证一下被誉为东方类石的推长高原 原路的小村落真的像是走马等 万万去着山路伴随着百看不利的风景 越看越让人心狂生意 喜欢这一段突然飘来中午的山路 朦朦朦朦朦的,难不成乌闯楼的仙境了? 半途停下来到了德比西都咖啡 因为真的有些想念高山这里生产的阿拉比卡咖啡了 加上各位刚才穿越过仙境的美妙体验 找个空间来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 一杯微酸及稍微苦涩的咖啡确实振奋了精神 目的地就在不远了 把握时间继续上路吧 终于来到了Camp Duichang 顾名思义 这是一个以露营室的大型帐篷为卖点的住宿 平时在马来西亚 我并没有去露营及睡的帐篷的习惯 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尝试一下了 我们的这一个帐篷 一碗的住宿费是2500泰铢 包含了早餐和我新娘提供的矿泉水和零食 开心啊 终于可以圆了我小时候的愿望了 那时候确实希望自己有吃不完的零食的那一天 每个帐篷都有自己堵持的厕所和洗衣间 但是通风系统有待改善 而且因为是由铁片搭建而成的 大热天时里面的热气真的是不容易飞散出去 或深深的变成了一个山拿 如果刚好需要那时候乳吃 搞不好会在里面种树呢 这是这里其中一个没种不足的地方 由于打算在对昌的这一座山停留一个晚上而已 时间真的不允许我们怠慢去发掘这里的景点 在附近的油站先把摩托车喂饱 然后再轮到我们去找个地方把午餐吃一下 Avanzo Paradise为一个名叫向山的地方离开住的camp堆畅约15分钟的迟程而已 这是一间以简朴的认识风格为主的咖啡馆 没有旋律挖中的布置 以纯白色的建筑 加上木质的座椅和柜台 简简单单的 只在要到访的时刻都花些时间去看看这里的世界 由于是刚开业不久加上刚好今天是泰国的一个公共假期 从附近城镇上上来Avanzo Paradise打卡的泰国人还真的不少 又是点了一份炒饭再加杯冷饮 午餐就在这个让人忘我呼吸的高山美景氛围下 没两三下功夫就搞定了 在对昌旅游 其中一个最受游客最捧的景点 就是这个饲养了很多只活泼可爱绵羊的阿卡发明 这是一个360度环绕式的开放山景 也因为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壮观的山脉 绿油油的草坪和满山溜达又讨喜的绵羊 因此很多人都说不用再炸大钱去欧洲旅游了 直接来到这里便是类似 简直是又方便又便宜 要进来阿卡发尾 怎么这里的绵羊都特别的旁渡渡的 原来都是游客太过殷勤去威慑造成 来到这里到哪儿要抓一只绵羊来拍 早上7点半阿卡发尾就开始给游客进来了 一来可以让游客们享受到晨光美景 二来早上的高山气候特别的凉爽 是有鲁木春雨的感觉 如果是周一到周四 晚上五点半就会打烊了 如果是周五到周日的话 只推迟半个小时 也就是晚上六点才打烊 你看那个山很有城市感 然后再看那个绵羊 绵羊都吃得很胖 其实大日天不辛苦吗 毛那么多 毛很厚 毛很厚 从这种日子 从来到学习 他没有吃烤的 那你看看 我把吃烤的 你不要吃烤的 我可以吃烤的 你就怎么吃烤的 那你怎么吃烤的 一点点 都今天还在找 我去吃烤的 没吃烤的 我吃烤的 我也是生平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这个绵羊 然后这地方也很大 我想一些景点就是收了钱 然后景点就是小小范围的那种 有一点坑人的 你看哪怕是只吃绵羊再配上这个风景的话 已经是无家了 在Aka Farm View看夕阳 是其中一个游客们都不愿意提早离开的原因 说真的当太阳渐渐的熄下 我们的影子渐渐的被拉长 这时候整个Aka Farm View会呈现一片安静 因为大家都为这黄金撒落大地时的黄昏美景震撼住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晚餐 我们就在这个路边的小滩口吃 从大陆来的 不是啊 我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啊 基隆坡 啊 有机会过去玩一玩 我就是以前去过好几次马来西亚 去马来西亚哪里 也去那个Pinan啊 还有那个KL那边 OKL啊 OK 但是很久很久很久 很久以前啊 对对 OK 我们也是第一次过来这里 很美丽 日后会常过来 OK 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会欢迎你 这是什么 我们叫做 拍个泡 我们叫拍个泡 好 放在这里啊 好 谢谢 谢谢你 简简单单又贴炒饭 你的华语怎么这么好 你的普通话 因为我是大学的时候 我是学那个汉语专业的嘛 在哪里去 新来欢家大学 去过中国 中国哪里 一个学期 就是去云南那边 云南啊 对对 OK 只是一个学期而已 一个学期 我是之前我是在那个台湾公司上班的 对 因为我是在那个公司上班很久了嘛 所以呢 我就是离职回家 然后呢 休息 对 啊 就是 现在就是来班了嘛 啊 对 用过了简简单单的一顿晚餐后 基本上整座山都已经暗下来了 远着路边的灯光 找到回帐篷的方向 一路上没有太多的思绪 但是心里面是开心的 还带有些澎湃和感触 其实 如果不想到外面的馆子吃晚餐 CAM推厂也可以为主客提供火锅晚餐 吃着越吃甚至越温热的火锅 这绝对是另外一种享受着三上两层晚餐的方式之一 因为是在对唱的最后一天了 再过几个小时 也就要下山回去马来西亚了 再怎么累 也不允许自己让睡眠耽误了 讯上日出云海的美景 要想通知台湾要走 有可能就要带走 却вет无法 unterstützen 坐着 把安装上还得到 的时候要留住 人体有对 是 大陆 是 在这边 大陆 在吴 小时 在比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走到这个位置呢 十三级 就是山顶上 就很奇怪的一个山形构造 可以看到早上呢 因为是山形的原因吧 这里的屋都很大 很重 不会有太多那些杂乱的树木 然后 然后稻田啦 玉米啦 咖啡豆啦 这是他们这里主要的种植的植物 就是陪伴了我多天的摩托车 然后在墙外那边租借回来 用了大概是六天午夜 其实骑摩托车走旅游吧 真的是一种乐趣 觉得现在骑摩托车走一个地方 就随心所欲 然后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而且非常便宜的方式 好过打车 8点半回到了CAM推厂 刚好也是早餐的时间 好 thế 謝謝 謝謝 醫治 用這種方式喝咖啡 很奇怪 最大用的 很奇怪 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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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啦 要回去墙外市东西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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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